在过去三年你刷到最多的中国高科技视频是啥 A 航天相关 B 新能源相关 C 计算机相关 一定是航天技术 没错 在这一块我们就是世界领先 甚至各别领域还强于老美 所以我们总能看到各种火箭 各种神舟 各种卫星下脚 这样往天上 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都源于由王熙季主持研发的中国造的第一枚火箭 对 是王熙季不是前学生 好 我知道很多人纳闷啊 不对啊 那时候有全学生啊 前老玩火箭导弹 那他不光专业啊 甚至可以拍着胸脯的说 在那个年代完全是世界前五 毫不为过 在这里给大家先上一个链接 这个是东风一号 中国的第一个导弹 前学生那个时候正在忙这个呢 这个比较急 你琢磨琢磨 最早是说苏联帮我们去造火箭导弹 但是59年呢 他们就开始撤走专家了 而且双方关系搞得特别的家 搞不好就得掀桌子开干了啊 那你还不赶紧把有力度的菜刀 飞刀飞刀给研发出来啊 所以那个时候呢 钱老师带着仅有的科研人员在西北做导弹呢 咦 不对啊 苏联你不是说导弹就是火箭加个炸弹吗 那为啥还要专门整一个团队去搞火箭呢 导弹研发出来了 火箭不就研发出来了吗 没毛病哈 但是基于当时的那个特殊情况 我们的东风一号 其实很多的零部件 包括原理用的呢 都是苏联的 相当于半成品 对吧 像玉制菜一样 说白了是 如果你没有自己完全搞定这套技术 等这个东风一号发射完了 以后的导弹怎么办 二号三号八号十号呢 对吧 没材料了 技术路线上也不创新了 也没法进步了 那咱还想着射更远射更准呢 是不是 另外一方面哈 导弹的基础是火箭 没错 但是很明显火箭的作用会更大呀 你想想哈 导弹主要是琢磨飞得远的事 什么远程导弹是吧 近程导弹 而火箭琢磨的是飞更高的事 你得飞卡门线外面去 多说一句 卡门线的也就是100公里那么高了 也就是大气层和外太空的一个分界线 以前学生老师冯卡门命名的 也是他提出来的 大家评评是不是这个区别 一个是飞更远 一个是飞更高的 同时火箭还要考虑载重量 相对而言导弹的载重量 要求就没有那么的高了 火箭要运货嘛 对吧 只不过这个货是啥而已 基于这两个原因呢 当时咱们选择了两条腿走路 一条呢搞导弹 前学生做总指挥 一个呢搞火箭 王熙季总负责 虽然不是一个单位 但是很明显前学生依旧是那个 真大佬 他也有一点点精力在帮着去做这个 来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这是当时我们火箭发射现场的照片 C位呢就是前学生和王熙季了 这边前学生做导弹 那边王熙季做火箭 到了60年双双完成了成功的发射 甚至王熙季这边的做的火箭呢 还要早九个月 也就是我们原来视频里所说的 T7探空火箭 大家再多看一眼这个照片啊 竟然是站在一个破桌子上 给这个小火箭灌液体燃料 现在看肯定觉得不太严谨是吧 但是你想想那可是60年啊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主打一个艰苦二字 这里还需要再严谨的介绍一下 这个火箭的名称呢叫做探空火箭 探空是啥意思是吧 就是看看天上有点啥呀 能做点啥呀 结合这个火箭成功的经验 然后随后呢像东风一号导弹 然后中国足有技术路线的东风二号导弹 也都先后研发成功了 也正是这个火箭和东风导弹 让中央正式批准了两弹优先计划 也就差不多是这个时候所谓的两弹一新 而且呢将导弹放在了优先的位置 理由很简单 就是在61年原子弹真的没谱 是不是一定能做得出来 但是导弹可以因为已经证明成功了嘛 这一切都是从这个T7探空火箭和东风一号开始的 而王熙记就是这个火箭的总指挥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啥后来前学生主管的国防部五院 把王熙记所在的上海机电研究院合并之后 整个五院的总工程师就是王熙记了 这个五院呢就是后来的航天部 也是现在的航天科工集团的源头 到了五院之后呢 王熙记又开始了另一段开挂的人生了 不着急我们下个视频说 在两弹一新中的导弹和卫星这两方面 王熙记都可以算得上是鞠躬之位 还记得当初做核弹的那个部门不 嗯9月 一个9月一个5月 这个名字取得够顶的的959595是啥来着 最后有些人有些事需要我们铭记 我们下一个视频继续玩习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